MING PAO TORONTO 嗯 我都明白你的問題 肌力和情緒都會嚴重影響你的生活 還有沒有心機去工作 有時幾天都不洗碗 或幾天都不會洗澡 都會很難過正常生活 其實這些除了心理輔導之外 都建議你可以找精神科醫生一起治療 藥物治療都可以幫到手 這位抑鬱的朋友 既然你已經確診了患抑鬱症 亦都在接受醫生的治療 但你發覺進步 可能一個星期只有兩天是OK的 我覺得治療方面可能有改進的空間 我適宜覺得你應該和主診的精神科醫生 詳細說一下你的問題 看看藥物或心理輔導方面 有沒有方法再和你調節 搞得好些 唉 剛才客人的情況 都真是蠻複雜的 聽他這樣說 一個小小的忙都要想九個月 才有勇氣找朋友幫忙 經常都覺得會被拒絕 或是會失敗的 小小事都害怕到死 唉 我究竟可以怎樣幫他呢 既然你上一次都找到你的朋友 你當然很努力等了很久才找到朋友幫你 他很短時間幫你解決了一個問題 即是說有朋友幫你 你不是沒有人理你的 你可能自我形象比較低 沒有自信心 所以不敢再去找這個朋友去幫你 我教你一條條條 每個人都有長處短處的 每個人都有時候需要人幫忙 又或者可以幫人的 他既然幫了你的話 你可以再找到他一次 現在的需要 之後你要做些事情 你請他吃三餐飯 或者請他做一些 例如看電影都可以的 沒問題 大家多了溝通 開放自己的社交活動會多了 對你又很有幫助 還有你建立自信心 對你以後抑鬱症也會有很好的幫助